嗨 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 大家好 台湾最需要照顾的老人都在哪里呢 如何将资源用在刀口上 主动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呢 为达到银法居住真安心之目标 台湾内政部与卫生福利部攜手合作 推动银法安居计划 透过大数据资料的串联应用 开创政府主动出击 提升为民服务的新模式 并从2019总统被黑客松参赛的 132项提案中脱颖而出 荣获卓越团队奖 记者邹志中报道 大家好 我们是由内政部跟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师 所处的银法天使团队 那我们的提案是银法安居计划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计划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有很多老人 他有居住不便 照顾不足的问题 但是因为老人有 他是属于经济弱势 他并不清楚政府提出了哪些老人 照顾的服务 那我们是第一次有大数区把两个部会的资料串联起来 来找出这些有需求的老人在哪里 那我们还有一个 未来呢 把这个系统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随时呢 可以再串联更多的资料库 譬如说 我们的现在老人非常严重的失智症的问题 还有呢 我们未来长照的服务呢 要在哪里设点 或者是我们要提供怎么样的服务给民众 这个资料库呢 我们可以一直延伸 那延伸完之后呢 在中央他想要编列什么预算的时候 我们很可以清楚地精算出来 我们的财务跟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在送到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时候 或者是乡镇市公所 或者是我们各县市的长照中心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这样的资料呢 很清楚地送到所需要的每一个家庭 也达到把我们的服务都做在预防 就是主动的部分 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计划 由政府主动出籍 来为民众来提供福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